那麼在這個階段 我們再邀請到醫師林靜宜 以及台灣卡羅歐巴尼協會的理事長 莊振哲 這個英國的這個王楚 草老師王楚 他確實已經感染武漢肺炎了 他今年七十一歲 那牽手七十一歲的卡蜜拉是沒有驗出來 顯然兩個應該沒有很親密了現在 現在台南應該蠻高興 好這個草老師王楚 他日前有跟已經確診的摩納哥親王阿爾貝二世見面 之後也曾經短暫會晤過他的媽媽 就是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 那他在當時呢 他是三月十號的時候 這個是草爾斯王楚 英國代表 那這個是摩納哥的親王 其實就是他們的國王 這樣 那做這麼開喔 這麼開喔 他已經感染了 摩納哥親王已經感染了 那這是卡蜜拉這樣 那他這個曾經在最近這個見過女王 所以呢也擔心女王的健康 來新聞我們來看維西亞 李醫師 這個英國王室說他是輕症 你相不相信啊 這個當然他有可能是輕症啊 但是因為他年紀也不輕了 七十一回 所以變成重症的機率會比較高 再來這一個感染 他前一天還好好的 第二天突然就喘不過氣 來的機率也很高 所以昨天這個新聞出來的時候 有蠻多人提到 如果連皇室都受到感染 這個在國際政治之間 可能會引起一點敏感啊 什麼意思 你把人的王子王楚都感染到了 那誰傳染給他的 以及這個病毒的源頭 我的國家跟你的國家之間 是不是大家感情還可以那麼好 這都有一點敏感啊 那為什麼卡蜜拉沒有感染 你要問他的那個健身教練 健身教練可能沒事 你看人家哈佛的校長夫婦都得了 湯姆漢克的夫婦都得了 為什麼他跟卡蜜拉沒得 所以政治界的感情真的值得到 加拿大總理好像也是夫妻沒有同學 加拿大沒有啊 但是教練有 不過因為這個 這個還是要講說說這病毒 他還是有病毒量跟感染機率的問題 所以他們皇室出來講說 他見女王那個時候還沒有感染力 這句話我覺得是安撫人心的成分比較高 很難去講說他什麼時候沒有傳染力 後來才有傳染力 因為SARS的時候是發燒了之後有傳染力 但是這一支病毒在還沒發燒的時候 就有傳染力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在講說 這段時間我們的很多社交活動要暫停 盡量減少 因為像他們這種皇室或很多政治人物 你會在短時間之內見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 一天接觸到的可能是一百人 那這一百人的接觸又更多 那要溯源會非常的困難 第二個事情當然大家也會擔心說 在英國他有王室接班的問題 他的媽媽會不會被他傳染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那接下來接班的順位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些很多國家的重要首長都感染 國際政治的敏感大概也要稍微列入考慮 你有在關心自春劍嗎 有我很關心 因為他的感染 他的發病讓大家很震驚 但是今天的資訊好像不是很好 就是說之前有不同的傳言 說一度狀況危機 但今天又有消息說他可能裝葉克膜 那以他的年齡 如果整個肺功能都壞掉了 裝葉克膜 那育後會比較差一點 對 有危險嗎 有危險 而且現在的資訊就是如果是有抽菸的男性的話 可能他本來肺功能就很差 那肺功能已經很差了 你再給他重重的一擊 那個要恢復的能力會 機會會比較低一點 莊老師你有腳分嗎 我沒有 不過我剛剛講 我說英國皇室最近真的不太順遂 你看那個哈利王子要退出皇室 對 今年一月嘛 創下這個英國 剛剛也很少這個例子 那查爾斯 他是英國有史以來 在位最長的王廚 媽媽身體太好了 幾年了 他從一九五二年就等到今天 一九五二 現在二零二零 對啊 六十八年 媽媽太健康了 沒辦法 他一直沒辦法 等一輩子 然後又媽媽也不把王位傳給他 所以 你覺得他去教堂祈禱都祈禱嗎 媽媽身體更健康 長命百歲 對 可是真的我覺得他 因為他年紀也蠻大 七十幾歲 所以其實可能也蠻嚴重的 表示這個病毒是不分你的這個位階 所以也覺得英國皇室怎麼會這麼的 多事 對 這麼多事 然後又不小心 來 我們再來看一下 這個全世界的狀況 法國新聞社說的 這而且是昨天 說全世界有七十個國家跟地區 超過三十億人 已經被要求待在家中了 超過一半 這是地球史上我認為是唯一的一次 你說二次世界大戰也沒那麼多人 對不對 大多數國家包括阿根廷 英國 法國 印度 義大利跟美國 強行 採行強制封鎖 另外有些國家則是實施宵禁 檢疫與這個其他的社交疏理措施 無岸肺炎疫情已經蔓延175個國家 總計全球有 其實今天最新已經四十幾萬確診 兩萬多人死亡 因為這是昨天的數據 美國新聞週刊說 這個美國紐約市 週一一天受僱於紐約市警察局 近七%的遠景都請病假了 這個事情嚴重吧 報道說兩千四百個遠景報告說自己生了病 大概有一百個人已經得到武漢肺炎 估計這請假人數還會繼續增加 說是這樣 警察系統如果是倒 這就整個都倒了 因為你沒有警察可以維持 那這個美國紐約 這是紐約市紐約州的狀況 來我們來看一下 好 那麼這個是美國 美國公共衛生局的局長叫做Adams 亞當斯 他警告美國可能會變成義大利 這是很官方的說法了吧 他說為什麼因為資源不夠 沒有機器也沒有床位 我們在紐約市CNN的報導 說這個資源不夠正在發生 就像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情景 令人感到驚訝 不好意思這是全世界最強的國家 怎麼會第三世界 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叫做福奇 他說這種大流行疫情可能會壓垮世界上任何一個系統 即便是美國這麼強大 醫師沒有足夠的設備 就必須面臨艱難的選擇 維吉尼亞州有個急診室的護理師說 他認知的醫院異常混亂 可能確診的患者跟其他病人竟然坐在一起 自疫情爆發以來 他沒有擁抱過自己的女兒 就怕擔心孩子也會受感染 喬治亞州一個護理師說 儘管他的症狀已經惡化了 就是請教一下這個李醫師 美國怎麼這麼嚴重 因為他們防疫慢慢拍 他剛才以為他是流感 所以一旦他不曉得這個冠狀病毒 已經變成一個很狡猾 而且這個傳染力很強的病毒 而且目前還沒有特效藥 或者是疫苗可以解決 可是他們沒有想到說 這個冠狀病毒目前疫苗 還沒研發出來 特效藥也還沒研發出來 最快要到年底 可是現在傳染分到年底 還有至少半年以上 這半年當中就是他的高峰期 而且他的醫療設備準備來不及 即使像美國政府講的國家 因為他的沒有像我們臺灣有全民健保 我們全民健保在醫學中心 還有區醫院 我們的這些包括家戶病房 呼壓隔離病房 還有這些呼吸器 我們都是有足夠的這個數量 所以美國他其實他是 醫療能量是不足的 感覺真的叫做海水退了 就可以看到什麼 誰沒穿褲子 我們花了一些時間 去建立那個口罩國家隊 所以我們的醫療人員 現在至少像我工作的醫院 我一個禮拜 我可以有十片口罩可以用 一個禮拜十片 對 那我婦產科 因為我不用每天接觸這種病人 可是如果是像胸腔科 他們大概數量會更多 那我看到紐約那邊 我那天就看到一個 也是婦產科的學妹 她的資訊是 她一個禮拜只有一片口罩 對 所以我們大家都知道 紐約 對 我們在網路上教她 你要怎麼重複使用你的口罩 她就說我是第一線的醫療人員 那另外一個也是在美國的醫院 他的醫療人員 他得到的資訊也是 他醫院發給他一個口罩 那至於下一個是什麼時候 他不知道 那像美國的好幾個很大的 大型的學校的附設醫院 他們現在都在對外招募物資 招募口罩 手套 防護衣 那美國的之前 他們這一類的醫療用品 事實上都是多數都靠中國進口 因為他們比較便宜 美國自己廠不做了 就世界工廠 反正跟中國是好朋友 現在中國有一批3M的貨不出給他們 所以他們會遇到這個很大很大的問題 那臺灣真的我們也是說 好險我們第一個 我們之前的這個疫情 我們有非常謹慎 首二月底就警覺這件事情了 然後我們爭取了一段時間 讓我們的物資可以上來 OK 理事你看 美國今天一天是增加 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五個 我們一天增加十七個 我們算很多對不對 他們是一萬三千多個 一萬三千多個 假定把他加在明天也是這樣的話 加在這邊就超越中國了 他的數字會比較準 是因為他們是真的有在驗 那所以說像 中國是不準 對對對 所以像數字很大 像美國突然之間數量變多 或東京最近的確診個案變多 應該是他們有在採驗了 所以暫時之間那個數量會變很大 可是這個病毒很麻煩的是說 他的輕症的感染者很多 然後重症反應 就是變成重症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現在你就算是你不斷不斷的驗出 我有多少感染者 問題是他後方的醫院的資源已經不夠了 這是比較大的問題 是的 所以我一個護理師朋友 他嫁到英國去 他現在弄一個台灣海外COVID-19的治救會 那英國以及美國 他這個他這個網站 就是他有邀請我參加 因為我是感染科醫師 我有在這個裡面 那我剛開始也是剛開始的成員 我以為這個可能幾百個人 結果現在已經有六萬個 他這個網站有六萬個會員 那這些包括英國 美國 歐洲的這些人都有參加在這裡面 那裡面包括那個像林醫師 他是婦產科醫師 或是小兒科 甚至還有眼科 耳鼻歐科的 因為他們裡面有一大堆問題 他會發問一些問題 讓這些專家來幫他們解答 那可以想像都是在英國 美國 他們那邊感染的人很多 那他們也說你如果感染的話 如果有什麼問題 他也勸他們暫時不要一窩蜂的回來台灣 因為一窩蜂回來的話 反而增加我們台灣的負擔 好 那我再請教林醫師 紐約有兩千四百元警 請病假 是因為他丟 還是說他害怕感染 應該是感染 或者是有症狀 所以讓他不要出門 現在全世界其他國家的政策 都是這樣 你有咳嗽喉嚨痛 疑似流感的症狀 或疑似冠狀病毒感染症狀 就請你待在家 不要出來感染別人 但是他要到確診 那是另外一個步驟了 你要非常嚴重 或者是你有足夠的資源 讓你做確診才會有 所以他就是疲倦 老闆住房子這樣 不要出來工業 那南韓總統文在寅今天說川普 比較好 叫我們提供檢驗試劑 這個文在寅說 從美國總統川普要求我們緊急提供 診斷試劑組等檢疫用品 南韓可能是檢測 這個國家檢測人檢測最多的 他到現在檢測了三十六萬七千人 美國和檢測試劑也沒有 他們之前是因為TFDA 他們各自都有檢測的工具 可是應該是在歐巴馬那個時候 後來就要求是說 你要經過他們的中央聯邦政府認可 你這個是可以的 因為這也怕有些人 那個試劑不準 比方如果你拿中國那個 只有百分之二十會準確的試劑 你這樣驗你會造成一些困擾 所以他們變成是本來之前的要求 就是你要經過 他們的中央聯邦政府去核可 你這個是允許使用的試劑 那樣的話動作會很慢 忽然會很少 所以他們現在等於是趕快加緊 可以用都先拿上來用這樣子 OK 好 這個我們大家都在講 美國的疫情很嚴重 大家都這個川普 昨天在臉書上 他川普有沒有 三個民調他在這個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的管理上 百分之五十五滿意 百分之六十滿意 百分之五十六滿意 那是誰做的 三個單位 有ABC媒體還有這個哈佛大學三個民調 然後川普寫個Thank you 謝謝 謝謝 他要選舉 對啊 就是說我們覺得很奇怪 可是像ABC並不是挺他的媒體 對啊 就是說為什麼 而且滿意度還蠻高的 那表示什麼 就美國可能不是像就剛剛講的 剛剛有人講的 他們其實是一個聯邦制的國家 所以大家其實作為這個防疫的問題 雖然地方政府 大家都覺得怎麼做的這麼差 剛剛講的聯邦的問題 其實他的滿意度竟然這麼高 不但沒有下滑 還維持一個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滿意 所以說可能每個國家的國情並不相同 滿意度五六成的 對啊 五十五 他亂成也還有六十趴的 蓋洛普是六成 ABC是五成五 蓋洛普 蓋離譜 真的在認 但是他的疫情都集中在都會區 他做的疫調可能是美國中西部 中西部都是挺川普的 所以這個這個民調我覺得不是很準 現在我們要連線給美國這個洛杉磯 我們連線的是Amy Amy 你好 你好 蓋大哥 你好 現在你來幾點 現在是凌晨三點 給你給我一點點 沒關係 現在口罩買得到嗎 買不到 完全買不到 要用球的 要用這真的是一個滿大的問題 然後我覺得也跟我其實滿有關係 我剛好就有兩個朋友是急診室的醫生 然後就在前幾天他打電話告訴我說 你們那裡有口罩嗎 我們的醫院誇張到一個星期讓我們用一個一次性的那種口罩 所以他一次性的口罩他戴了一個星期 然後他是急診室的醫生 然後他先生服務在另外兩家醫院也是急診室的醫生 但是他們短缺到這個程度 甚至他說上司跟他們說 那你們要從家裡開始戴自己有的口罩 我們沒有足夠的給你們用 所以我前幾天就趕快找了一些 跟所有朋友稍微集結一下 找了一些N95給他們 他現在的方法就是N95戴在裡面 然後一次性的再戴在外面 通常N95那我覺得這真的很誇張 因為怎麼可能是這樣子 交叉感染的機率又更高了 那而且就我所知 原來的價錢到現在的價錢 因為我到處就是很慌張的幫他們找口罩 有人可以要價到差不多四倍以上 然後對就是本來是美金兩塊錢 在Home Depot可以買得到 現在居然有人要跟我說 他可以賣給我 但是八塊錢一個 那或者是要我訂五萬個 我怎麼可能 我哪有 我不可能 我再怎麼樣找人幫忙 我都不可能訂到五萬個 然後我覺得這是很誇張 但是尤其對 最前線的醫護人員來講 我覺得那是 對我來說是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為什麼他的上司 可以這樣跟他說 甚至說疫情局這樣子跟他們說 那你沒有 他不然就用頭巾好了 他說用bandana 或是用scarf 我聽到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嚇傻了 我說怎麼可以 那個bandana完全一點防疫的功能都沒有 那最讓我感覺替這一位夫妻擔心的是 他們還有三歲的女兒 那因為他們身份特殊的關係 三歲的女兒保姆也不敢來他們家了 所以兩夫妻就是這樣子輪流的 照顧他們自己的小孩 那兩夫妻都是急診醫生 那我覺得口罩這個問題實在太嚴重 現在這個物資會搶購嗎 有的確有這樣子的現象 不管是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然後或者是我有的時候從網路上訂 因為現在反而不太敢出去 那所以我就覺得說用訂的比較好 像那個衛生紙的地方 還有所有清潔劑的地方完全都是空的 這樣子齁 那這個會有排華的氛圍嗎 其實我居住的地方算是成群 然後已經算是華人比較少了 那我剛開始聽到紐約有什麼富人被打傷 我都覺得不太真的不可思議 但是就在上星期就發生在我女兒身上 我女兒大女兒十二歲 然後我們那天剛好家裡沒有蛋了 沒有一些東西 我們就一起大家出去採買 然後她在我後面 然後她就突然跑來跟我說 媽咪剛剛有一個人看到我 可是她就整個人彈開了 我覺得蠻傷心 但是我還是跟她說 或許她是怕碰到你 因為現在我們必須實施說 每一個人的距離要有六英尺以上 所以她可能是不想跟你太靠近 所以我就是以這個方法告訴她 然後她說媽媽我覺得不是 因為她看我的表情就是很驚恐 她說她說he looks really shocked 她說她是看到我然後就這樣彈開 所以我覺得這的確是蠻讓我擔心的 而且再來就提到 我有好多個朋友都告訴我說 有National Guard 然後我所有聽到總共有無期 不同的案件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情形 在那個華人或者是亞裔的 有的是中國人的 有的是韓國人的超市外面 有的時候可能是媽媽推著那個 shopping cart 要走回去車上的時候 但是就是稍微先撩累幾句 然後因為這樣子被開罰單 而且我聽到我完全沒有聽到任何事 就是外國人告訴我 我也蠻多外國人的朋友 但是我發現好像聽到的都是 不是中國人就是韓國人 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是的確令人蠻令人擔心 而且就覺得如果連National Guard像那樣子 其實她做的應該是一個保護的角色 他們都這樣子對待我們 那我覺得還有再加上治安 也是讓我們覺得會擔心的一個層面 怎麼說治安會擔心 因為我們很平常會在一些群組裡面 然後就很多朋友都分享說 必須要小心他們現在電視報導上面也有 然後傳了很多照片很多文章 就是說有一群人他們會帶著那種 像CDC防疫人員就是全身都是白色的 然後有面罩 然後假扮CDC的人員要來你家裡幫你做檢疫 或者是做什麼的 但是其實他們是要試著搶劫 喔 試著搶劫 對對對 所以但是還好就是說 聽到的就是說大家其實現在都還蠻小心的 並沒有造成太大的 那但是就是有一個是治安跟這個 跟這個種族其實是聯合在一起的 就是好像也是前幾天四五天前發生的事情 就是在盛蓋博士 盛蓋博士算是華人居住比較多的地方 有一個晚上連續有五個餐廳 就是玻璃打破 然後進去竊取他們的財物 還有iPad之類的 然後連續這五個餐廳裡面就有三家是華人的餐館 然後我聽到這個消息也是覺得蠻可怕的 然後希望真的希望這個疫情可以趕快過去 然後也希望不要有這麼多的人趁這個時候 Either是口罩亂烘台價錢 或者是就是想要趁這個大家都很脆弱的時候 去奪取不義之財 那你有買槍嗎 我們是一直都的確是槍支擁有著 對 不是後來才買的 但是我的確聽到 我的確聽到也看到很多新聞 就是在華裔的人居住比較多的地方 其實是有一些槍店外面是大排長榮 就是大家想要吃著購買槍支 因為現在就像我講的這些治安的問題也好 還有其他種族的關係也好 讓很多的華人亞裔的人其實都蠻緊張的 然後所以我的確是聽到很多人說 或是在Facebook上面說 啊該買槍了 或者是該 make sure就是家裡的子彈準備夠 所以我的確是有聽到這樣的情形 那你們的槍有隨身攜帶嗎 當然沒有啊 因為美國的法律 你就算是真的是有的話 你也是必須把它鎖在 尤其家裡有孩童的話 必須一定鎖在家裡的一個地方 是 不可能隨身攜帶 對 而且你如果要隨身攜帶 除非你有佩戴槍支的 那在我居住的這個程序 的確是你可以申請 如果說你覺得你 你的生活或者是你的生意 各方面有需要的話 的確是可以透過警局他們申請的 所以你住的是Orange County嗎 對 這個整個防疫的氣氛如何 我覺得其實蠻mix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到現在很多的外國人 好像還不覺得是怎麼一回事 有一些人的確比較警覺 那我覺得真的太誇張 而且甚至像就像同樣那一天 我帶小朋友一起去 超級市場買東西的時候 那因為我覺得 我還是需要保護我自己的家人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那大家都戴著口罩吧 但是你戴著口罩 反而人家一樣的影光對待你 反而覺得好像你是病了還是什麼 因為我雖然不清楚 現在最新CDC的規定是什麼 但是我很確定的是 上個星期或前幾天 我還check的時候 甚至CDC的網站上面還說 除非你有感冒 那你不用戴口罩 那我覺得這是錯誤的 這是完全不應該 我覺得這是蠻嚴重的事情 當然我不知道說 今天的update是怎麼樣 那上個星期他還是說 除非你生病了 然後你才要戴口罩 或者是你是高危險群還是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個完全是錯誤的 那這樣子 我就讓我覺得想到說 我滿就是以身為台灣人感到驕傲 那美國的疫情的防治 需不需要陳時中 我覺得非常需要 那這邊也要拍拍手 總統要不要蔡英文 OK Amy非常謝謝你 好 這個林醫師要補充 美國現在的狀況比較麻煩 就是他們真的不像台灣 有這麼明確的 像我們在每一節的節目 都會有我們的CDC出來 跟大家教怎麼洗手 對 跟你說你什麼時候戴口罩 那甚至因為最近會有一些新聞在講說 之前有瑞德西韋在試著使用 或奎妮好像也被拿來做試著使用 看看能不能治療病人 那他們就出現 因為美國他們藥品不是醫生開的 他們有時候醫生開處方 或者你自己到那個便利商店去買 所以最近的一個新聞就是 他變成他看了一些消息說 我既然沒有辦法到醫院去 那是不是我自己治療自己 結果有一對老夫妻 就自己去買奎妮來吃 那先生死亡 太太也後來住到加護病房裡面去 因為他的用法不對 那所以說美國的狀況像今天最新的一個消息 是我們醫療界大家非常難過 就是美國另外一個我們算是胸腔界 寫胸腔科的這個叫聖經 教科書的教授 自己也死於武漢肺炎 他自己是一個胸腔科的權威 那最近還有另外一個是在菲律賓 菲律賓的小兒科 尤其是在做小兒安全的一個 他算他的學會的理事長 一個女生也死於武漢肺炎 那當然更多是義大利 義大利已經死了二十個醫療人員了 那有關義大利的狀況 我們等一下就要來請教一下理事長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菲律賓 好 這是義大利 義大利今天累計到七萬四千三百八十六個確診病率 已經希望七千五百控三的人 死亡是全世界第一名 在確診病率是全世界第二名 可以說是最嚴重的國家 因為他國家必定跟中國差很多 那我想請教一下莊理事長 起先就有人講說 義大利的北部 中國的溫州人很多 到底有沒有 這屬實 因為我在義大利住三十幾年 你也在義大利北部 對 我住在米蘭 這邊最嚴重的 對啊 最嚴重的地方 所以我很多朋友這段時間 跟他們公來跟聯絡 其實真的這個眼淚從 往肚子裡吞 其實也不知道怎麼安慰他們 那麼熟悉的地方 現在空旺盪盪 我的家人現在還在米蘭 那剛剛講到溫州人 其實義大利一個很大的缺口 應該就是這一塊 雖然那個義大利 其實他們反應也算早 馬上就斷航 包包包我們台灣也斷航了 但是他並沒有阻止 這些溫州人跟中國的往來 尤其那一段時間 正好農曆過年 溫州人應該有很多 從義大利回溫州去過年去 那他們回來 雖然沒有直航的飛機 但是他們可以經過巴黎 經過阿姆斯特丹 經過法蘭克福 然後再回米蘭 再回義大利來 那義大利人因為人數 在那邊太多了 保守估計我想五六十萬 什麼東西五六十萬 五六十萬的溫州人在義大利 這麼多 那大部分集中在北部 集中在北部 五六十萬耶 這個絕對是一個很保守的估計 因為當時 其實義大利是一個很講究人權 很講究人道的國家 那麼當時有很多偷渡的 進到義大利去 因為溫州人在那邊 他們很賣力的工作 開餐館 開這個理髮廳 開這個零售店 然後有很多代工廠 那麼溫州人他們也那種 對家鄉人也特別照顧 那麼從他們家鄉 也就找了很多親戚朋友來 那當然有很多是偷渡的 那他們人數多了以後 其實他們溫州人 已經製成一個團體 甚至於義大利政府 都很難去管理到他們 所以後來甚至於他們邀請 邀請中國派警察來 由他們中國自己的公安來 管理他們自己的溫州人 不得不 因為他們不會講義大利 話不通 所以不要左轉 聽不懂 照樣左轉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不得已的措施 事實上也是在我個人看來 這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義大利真的有中國警察 有有有 這個巴黎也有 因為巴黎主要是抓小偷 那在義大利其實也是 為什麼巴黎抓小偷 要用中國警察 他們觀光客常常被偷 中國的觀光客常被偷 對 那麼他們政府 中國政府有跟巴黎要求 他們自己派來 因為他們覺得你們的 巴黎的警察沒辦法 保護我們的觀光客 那這也都是後來都成真 就是他們中國派警察在巴黎 那在意大利 我剛提到就是說他們 意大利政府忽略了這一塊 他們五六十萬人 即使這些溫州人他們生病 他們可能也不是到 意大利的這個醫療系統去看病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溫州醫師 蒙古大夫 那個他們甚至於很多中醫師 他們就自己在他們的體系裡面看病 找自己的老方法 對 一來畫通 要不然你跟意大利醫師也畫不通 是不是也很難看病 那再來就是說 中國人非常的勤奮 他即使發燒了 他吃了兩顆退燒藥 他照樣到餐館去煮菜給你吃 所以這是一個很大的破口 意大利政府根本管不著 管不著 沒辦法管 可以說老實話 他們也沒辦法去管這一塊 所以這一個事實上 是一個非常大的缺口 那 怎麼說 這個有時候 所以中國的勢力在那邊很龐大 非常大 非常大 人數多了以後 其實五六十萬人可以作亂 可以作亂 曾經 曾經就是以前 那個達賴喇嘛要來訪問米蘭 那中國政府當然要求意大利的政府 意大利那個米蘭市長不要接見這個達賴喇嘛 可是他們就出來抗議 他們甚至於 這次運作人就出來抗議 對對對 當然一定是他們的政府組織的 因為事實上他們在那邊 中國政府他們的領事館 對於當地的中國僑民也是控制非常嚴格 所以他們就跟米蘭市長要挾了 說你如果接見這個達賴喇嘛 那我們就不按照你的要求 因為他們那個溫州人在那邊有很多零售的這種批發商 他們在古城區裡面 在那個強烈套裡面 對於交通造成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他們非常賣力的工作 晚上兩三年也在工作 可是一大人要休息啊 然後那個股市區 那個馬路非常窄 他一輛貨車在那邊上下或卸貨 你整個路就被擋死了 對 他說我在工作啊 我在卸貨啊 可是問題是後來也變成就是 一大人也出來抗議很厲害 所以米蘭的市政府要求 因為他們說 Channel Town的這些做批發的這些生意 這些批發商 要把他們的倉庫 從Channel Town搬到郊外去 甚至已經都幫他們規劃好很漂亮的這種倉庫 倉儲區 請他們到外面去 他們雖然很不樂意 因為在市區總是做的生意方便 到最後也是不得不去 但是他們那時候達賴喇嘛來的時候 他就跟米蘭市政府要求 你如果接見達賴喇嘛 我們就都不搬出去 所以 後來呢 後來當然有經過妥協 但是他們 有接見嗎 其實在歐洲的政治人物 如果達賴喇嘛來 膽敢回避的話 大概他以後政治生命就到此 所以他們雖然是受威脅 可是一般沒辦法去接受這樣的威脅 那提到 剛剛提到買口罩 再問一下 那義大利人現在是討厭中國人 還是歡迎中國人 喜歡中國人 如果利益跟中國人是結在一起的 比如說跟中國做很大的生意的 當然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著想 他們對中國是一般現在的 還是我也站在中國那邊聽他們講話 那一般的普羅大眾 我想是很難 因為這個尤其這次的情況造成那麼大的損害 不過話說回來 一旦人是一個很和善的民族 他們 你是說種子歧視的話 其實意大利是最低最少 我在那邊住了那麼久 沒有種子 我自己不會覺得受到歧視了 那當然中國人有時候會被人家瞧不起 被人家說中國人的不好的話 其實是中國人應該檢討了 譬如說中國餐館的衛生問題 常常被檢查就是冰箱發霉 什麼那個過期的食品 各類的東西 我在那邊住那麼久 我完全沒有覺得是受歧視 瞭解那你在那邊會不會有人認為你是中國人 難免嘛 我們的護照就寫China 我曾經就跟那個護政事務所在那邊吵架 我說我明明是臺灣 你為什麼要跟我助記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他一開始也嚇一跳 以為他弄錯了 還跟我道歉 後來我護照一拿出來 China 你就China 反而我被兇了 這個我們白口莫辯 你沒辦法掛無臺灣 白口莫辯 當然這個情況有越來越好 因為總是越來越多人知道我們臺灣的情況 意大利人知道臺灣嗎 現在應該大概都會知道 尤其這一次 我們臺灣從來沒有這麼出名過 現在臺灣人真的在世界上走路風 為什麼 我們這次防疫太成功了 連意大利人都知道 全世界了 這個已經是 我從來沒感覺說 臺灣人這麼出名過 這麼有地位過 剛剛提到買口罩 口罩的事等一下請教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後來 這是世界大陸 這塊現在很煩惱 這塊很印度 所以他21天全國宵禁 從早上七點到晚上的九點 全國宵禁 十三億人宵禁這不得了 十三億人 那如果你亂跑呢 亂跑的話 你看看印度警察怎麼對待你 來我們來看一下 菲律賓警察在大街上領檢巡邏 但一旁的白色棺材更加引人注目 紫星一喬上頭居然寫著 待在家或躺棺材 借子呼籲防疫當前 別再到處亂跑 宣傳效果一目了然 潮汐驚 我想要住在家或住在家 因為疫情疫情疫情 疫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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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在大街上 在大街上 相較於印度全國封城21天 各地警察嚴加取利違規 若是不聽話 一律採用鐵的紀律 披頭就是一頓痛罵 從伏地挺身到深蹲等等 提罰樣樣來 甚至挨家挨戶 擋頭棒喝強制戴口罩 請不要緊 這是不是假假 這是一個禁止 警察在西方 警察在西方正正正正 告訴大家 請請這個細節 你可以看到 這是很美的天 人們在享受沙納 警察說問題是 人們在集團中集團 但在人權至上的歐美國家 同樣寄出風塵令 方式可是溫和多了 包括在英國、美國與西班牙等地 都能看到警車廣播 一路苦口婆心 擔心還是有民眾不聽勸 義大利警方更靈機一動 忙著架設路障 來阻擋民眾出門 而在非洲肯亞 更是風聲鶴唳 警方直接動用催淚彈 殺雞償進行驅散 被疫情逼急 各國也只能無所不用其極 將人民擋在門內 全世界可以說是非常的警戒 那有個機師 他其實在開飛機的時候 聽說旅客裡面 有人是武漢肺炎的感染者 所以你看看他怎麼逃 來我們來看一下 全部起因於中國 可是中國 這一個他正在做大外宣 德國媒體今天怒轟中國大外宣 叫無恥 然後今天美國有一個國會議員 提一個叫排中法 就美國所有的這一個 兩兆美金的預算 不准有一毛錢流入中國的企業 但是草案裡面說可以流入台灣 所以那不含台灣 然後瑞士的媒體今天說 應該向台灣找藥方 不是向北京找藥方 呼應剛剛理事長講 全世界都在歐落台灣 這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說G7也就七大公益國一致體認 中國散播疫情的假消息 這個剛才講到說 這個全世界現在都陷入到很恐慌 剛才連線的這個Amy小姐 他甚至都覺得說 如果陳時中可以去那邊當指揮官 他會更有安全感 事實上TVB做出的民調裡面 這個對於疫情滿意的 台灣的民眾有高達百分之八十四 八十四%覺得很滿意 然後問說對未來的防疫 還有沒有繼續的信心 因為可能還有第二波第三波 所以百分之八十七的人認為有信心 那我看在台灣你做民調 你還沒看過 因為台灣多元社會 那你對於你說他想要試圖分化 什麼陳時中 蘇貞昌 蔡英文 這事實上做不到 因為民眾對於防疫的這樣的一個成效 都回饋到這兩位身上 蔡英文的這個施政滿意度 創下執政以來新高 高達六十 六十 TVBS 他絕對不算是綠的對不對 然後他的不滿意度降到二十二 那蘇貞昌院長也差不多 他高達百分之五十七 不滿意度也只有二十四 換言之 台灣現在是史上 不僅是國際的能見度 跟地位肯定最高 國內的團結度也是最高 對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我們國人 就好好的做政府的後盾 不是不能監督 但是有意義的監督 但是權力的支持 那其中剛剛講的國際的慘狀 要怪這個人 德國之聲 今天的那個中文版 他就寫完今天疫情報導以後 就放這個人的照片 然後扣著他講的話 其實一個月前就該做出行動 這是德國人的幽默 諷刺 因為他這個是他講 說他講歐美人太慢反應對不對 可是德國之聲就諷刺他 一個月前你講什麼 一個月前他告訴大家 還沒有大流行 甚至更早之前 這不是什麼公衛事件 還叫大家不要不坐飛機 不要禁止流動 去中國旅遊 有沒有 他不是叫大家不要輕易的 不跟中國來往 結果你看現在 禁足的禁足 宵禁的宵禁 封城的封城 斷航的斷航 這個譚德賽 如果在一兩個月前 就告訴大家說大流行的 就來自中國 是不是剛剛全世界的人 解決多少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實在是中國 結合這個譚德賽 造成了人類史上最大的災難 近代 我猜這一次事件平息過後 美國會處理這個 因為他有派了一個執行委員進去 而且是個上將 沒錯 而且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五十萬人連署 要譚德賽給下台了 那的確我覺得對全世界來說 都看得清楚說 中國到底在這個過程當中 結合了譚德賽 扮演怎麼樣子討人類的角色 然後現在他變成一個救世主 好像要來救大家 那的確是一個我覺得 對於世界來說 這個領悟來得太慢 而且非常痛 他的確是 喪失掉很多條人命 因為他有派了一個執行委員進去 對 而且是個上將 沒錯 而且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五十萬人連署 要譚德賽給下台了 那的確我覺得對全世界來說 都看得清楚說 中國到底在這個過程當中 結合了譚德賽 扮演怎麼樣子討人類的角色 然後現在他變成一個救世主 好像要來救大家 那的確是一個我覺得 對於世界來說 這個領悟來得太慢 而且非常痛 他的確是喪失掉很多條的人命 那可是我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現在各個國家 不但封城等等的 可是他們都有一個宣導 就是說你要保持安全的距離 所以現在就有一些創意出現 這個是在泰國 他們的創意出現就是 你一定要跟人跟人之間保持距離 然後所以你看他在畫 跟要給錢 或者是跟櫃檯上 櫃檯的接待員講話 或者是寫資料的時候 都一定要用這樣的資料 好 不過我想請教一下理事長 你剛才說口罩怎麼樣 你說買口罩 兩三個禮拜前 我跟義大利的協會的理事長 我們有通訊息 因為他那時候 義大利是非常欠缺口罩 尤其是醫護人員 ANGEL口罩欠缺 還有那個防護衣 護目鏡 還有那個呼吸器 都很欠缺 他們的那個醫護人員 真的很慘 那個慘況 那義大利的理事長 就跟我聯繫 說我們台灣能不能幫忙 那因為我們的口罩 也是限制出口 所以我們不可能 由我們台灣的部分人 來協助他們 所以我就試圖透過我們台商 在全世界去找貨源 那也找到了 那麼找到的訊息 都是因為N95目前最大的產量 產能都是在中國 當然越南也有廠 所以我們越南也有廠 在俄羅斯也有廠 那我都分別有去接觸 那麼一般 我就反正中國我就不接觸了 因為我對他們實在也沒信心 那我接觸了越南的方面 那他們開出來的條件 是一般外科手術的口罩 要最少要一百萬個 那N95呢 他們希望有五十萬個 那我是說 我們不可能一下買那麼多 因為我們這個NGO要買 應該是有限 不可能那麼大一個數 那就是說 目前上這個賣口罩的 很多是從中國出來的 我不知道他們是盜賣 反正有賣法的人 才能夠找到後援 那麼那個價格 簡直就是黑市價格 而且都是要求一個很大的量 那幾乎我買的人 接觸了兩三個星期以後 我根本也沒有買成 那也很多目前還在瑞典也要 什麼人南美都 這邊不好贏 我要當時好贏 很多人趁機發災難產 謝謝 不過我再請教你 這是日本的副首相兼財務大臣 叫麻生太郎 他在國會說 上個月他跟G7 七大共和國的財政部長開會 歐洲國家根本不把疫情當一回事 義大利代表還說 那是黃種人才會得的病 跟我們義大利人沒有關係 義大利人真的這樣想嗎 當然這個誇張 那他們會那麼嚴重 其實也就是很舒服 你說戴口罩當然 那種習慣上沒有戴口罩的習慣 義大利朋友來到臺灣看到這麼多 臺灣那麼多人戴口罩 一開始也是嚇一跳 到底有什麼瘟疫 那我跟他說 瘟疫 我們是這個空氣污染的關係 所以他才比較安心 那我也跟他開玩笑說 你不要看我們很多漂亮小姐戴口罩 其實他們是出門沒有化妝 所以是暫時遮口一下 就是化解緊張 要不然他們真的是非常的 他們六天 他們很六天 是啦 義大利他們懂得生活 真的懂得生活 義大利的致死率是百分之十 對 德國只有百分之零點五 所以你看到這個還是跟 其實跟他們檢測的統計數字 統計方法有關係 當然義大利他們年紀老人家多 然後再來他們的接觸 他們喜歡瘤瘤瘤瘤瘤的 義大利應該是老人不久 都不久的樣子 對 他根本就沒有醫療資源 沒辦法去照顧到這一塊 對 醫療資源不夠就老人家 對